早晨,今天是2024年8月20日星期二 欢迎收看《天开市直击》 今早我们有吓得金融董事陈正芯和谭海运 陪你一起开市 Ryan,今天大师有什么焦点? 我想这个星期都是在看着一些企业的业绩 上星期你见到巨企公公会员业绩之后 那个广告都明显做好 大家今天都要看着市场会不会有炒业绩的动静 对,上星期公布了业绩 包括京东和阿里巴巴 即后都做得不错 有些是今星期即将公布业绩 有没有可以职前做部署 Ryan也会给我们一些建议 观众朋友,如果你都有投资方面的问题 欢迎你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是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M 在聊天室里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的问题 现在一起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继续做好 道指收市升超过200点 联储局主席鲁威尔 星期五将会在Jackson Ho全球央行年会上发表演说 投资者憧憬他会是确认减息 美股三大指数高开高收 道指收市升236点 收报40896点 升0.5% 年升第五个交易日 标指升54点 升0.9% 收报5608点 纳指升1.3% 收报17876点 标指和纳指都是年升第八个交易日 欧洲股市普遍向上 纳指金龙中国指数跑赢大市 升1.4% 现货金再破顶之后要倒跌 一起看看焦点股份的表现 Tesla先跌后升 收市升3% Google升2% 另外获券商唱好的麦当劳 股价升3% 世卫组织早前宣布 紫喉豆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特发公共卫生事件 多借相关股份股价大升 GoVX一度升6成 收市升幅收窄到1% NVIDIA先跌后升 收市升4% AMD收购侍服器生产商 股价升4% 与月托证券形式 在美国买卖的方网股ADR普遍向上 今个星期公布业绩网易和白岛 ADR被本港收市高2% 京东职口持续做好 ADR再被本港收市高2% 汇控被本港收市高2% 比亚迪港股收市高0.9% 阿泰区股市早段普遍向上 日经平均指数早段升超过1% 升超过400点 最新部37823点 首义综合指数升17点 正利普通股指数向上升20点 新西兰50成份股指数最新跌超过80点 在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期 现在最新都是 跟随外围做好 升106点左右 恒指在17700点左右的水平 稍后会和大家继续跟进港股的最新情况 之前就和Ryan谈了个美股的走势 见到现在的情况 就是今个星期其中一个最大的焦点 就是Jackson Ho 全球央行年会 举行日期由今个星期四到星期六 联储局主席鲍威尔星期五就会就经济展望发表演说 现在看目前市场的反应 大家预期会放假 之前市场就担心美国经济会出现衰退 环球股市有一个大跌 又说要紧急减息 上星期开始又好像没有事发生 从两个层次去请教Ryan 第一就是你觉得现在最近公布的数据 是不是反映或者是确定到 其实美国经济软着陆的机会 真的是较高呢 暂时也是的 通胀其实也偏向温和 这个其实也令到市场对于联储局 所谓的编较的信心加强了 你看到利率期货 暂时也看到 联储局在9月减息0.25厘的机会 其实也有七成多 这方面就如无意外 我想以往马威尔的作风 他们也不会太惊吓或者惊喜市场 所以我自己会觉得 现在如果他真的一如市场的剧本 整体的美股以至环球投资市场 去到9月最少去到9月 我想都会相对比较稳定一些 但当然如果他真的呈现出来 不是的 经济欠缺动力 当然极端一些这样说 市场的预期降息幅度 可能会去到0.5厘的高 但这个并非一个好消息来的 我相信会提早 令美股出现一个比较大小小的回调 反之当然即使是偏樱 其实更加也不是好事 因为你会看到 投资市场 先前一直是担心经济衰退 再之前是担心通胀失控等等 这些因素其实也是左右着整体的情绪 但总而言之现在 我想环球的焦点 都是放在经济上 大家不要忘记地缘政局的因素 其实不要说真的大幅减退 你看看 无论是中东 以至是乌克兰方面 虽然局势是明朗化 但是 你后市会有什么影响出来呢 例如乌克兰是否好像无计划 去了俄罗斯 你不知道他将来会如何发展 加沙那边的停火 虽然以色列报导说 他接受停火的协议 但大家都知道以色列从来都是说 我接受停火的协议 但我一定要签灭你 这也是引发到大家猜想 未来是否会有新一轮的地缘政局的乱象 再加上台海的局势 其实有一些暗涌在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会觉得未来的贵度 对于投资市场比较大的不明朗因素 除了经济 除了货币政策 其实还有地缘政局这些因素 其实他的组合的作用更大 所以整体来说 9月我会觉得 投资上大家要小心一点 我又不是说9月就跌了 而是你要做好自己的 整个投资组合的部署 不要去到9月份 都会维持着一个很高的杠杆 不过很短期来说 来未来十日八日的8月余下时间 我并不是太担心整体美股的走势 即是8月份而言你觉得仍然能够做好 始终现在 例如说纳志 升多5.5%就已经是破顶了 又破顶了 对了 又破顶了 你刚才说的时间点就是 踏入9月大家需要谈慎一点点 那你会不会预期说8月破顶的机会是高的 都高的 这个就是要同时间竞赛 今天是8月20日 还有几个交易日 但是说真的 纳志也好 甚至乎标志也好 它要升几个百分比 我想三下两波就已经到了 一万升三个百分比 其实不是罕见的 就像刚才说的 你标普五百指数 你今年也创了三十多次的新高 那你在今个月再创 再破坏的机会 我觉得是一点都不需要的 我想大家都不会因为 早两个星期的震仓 移轻了仓吧 我想有投资美股的朋友 都应该继续在仓中有些美股 应该都享受到这一段的升势 我身边是有人被人赠走的 是只要赚的 大家看位置 现在就看看再做部署 刚才你说了一个时间点 就是九月你觉得要审慎一点 譬如说在资产分布上 你刚才说的那些因素 其实都是偏向对股市 没有那么好 但是对避险资产来说 是会比较利好一点 你会不会建议大家在现水平 譬如说吸纳债券 或者是有一个比较难想的 就是金价 因为金价创新高 但是如果你刚才说的地缘证局 持续是有一个紧张的状况的时候 现水平去追金 你觉得是不是还是一个合适的策略呢 现水平追金有些风险会比较大 不过留意我以往说过的朋友都知道 我经常都觉得把金定位为一个 你的投资组合里面需要有的一个资产 未必说真的短期的去出入的了 你现在如果去持组合金 我当作是相对投机的操作 我觉得风险非常之大 如果稍后沽下去的话 其实它只有少量的水位 你可以看的 现在的市况 你再大手买金 其实风险是大的 看下来